哇 欢迎我们的杨阳 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我们也是先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阳 好 大家先来尖叫个几分钟啊 我们来听一下左边的观众 好 右边的观众 好 那么相信我们杨阳也是收到了大家的这个问候了啊 那么我听说啊我们的杨阳呢 已经是我们梦幻西游电脑版的一个老玩家了 那么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呢 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其实每次上游戏都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通常都是休息的时候会玩游戏 然后呢就可以上去打一打简单的帮战啊 什么华山啊这一类的 话重点 杨阳很喜欢玩游戏 很喜欢玩梦幻西游电脑版的游戏啊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游戏世界里 跟我们的杨阳啊一起来组队 嗯 那我知道我们的杨阳呢 也是非常喜欢玩我们的梦幻西游的 那梦幻西游的游戏生涯当中呢 有没有出现过一些什么故事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故事属于我自己的吗 你可以分享一下在游戏世界当中的一些故事 嗯 冲钱 对对 然后呢就是买买买 玩玩玩 对 不愧是我们的重视玩家啊 那我听说呢我们杨阳呢 是一个175级的一个师托领玩家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喜欢师托领这个门派吗 因为其实自己在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刚开始接触梦幻的时候 其实就玩的是十多灵 然后呢当我再次回归之后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175级 那个时候是155级 在回归之后呢就玩175级 因为我我个人比较喜欢玩这种物理戏吧 因为就是打打出的伤害就是会比较的爽啊 然后我还是选择就比较熟悉的物理戏 师托领 嗯 听得出来我们杨阳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情怀的玩家啊 那我们梦幻西游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游戏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八卦了 想问一下我们杨阳在游戏里面 最喜欢PK的哪类玩法呢 PK PK 你不喜欢玩PK 我不喜欢被人强劈 对 因为也没人能强劈我 却实力还比较强 然后呢其他的就是PK的话 其实我自己的话就比较喜欢 其实速度快一点的这种三攻 三攻的这种打法 对 好 那我也想知道啊 我们杨阳呢其实也是喜欢玩PK这种玩法的 那如果说让你组一支战队的话呢 你会选择怎样的一个阵型或者门派呢 我就会选择三攻吧 然后呢开虎阵 虎阵或者是风阵 鸟阵 直接冲下来 对 哇 太厉害了啊 那么想问一下我们杨阳平常自己会做队长吗 做我们这个队内的指挥 我 我不指挥的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想要杨阳做队长吧 没有 你说是不是 然后 对对对 有 我就负责就是 我的观点很重要 就是我不指挥 他们来指挥 然后别让我死 让我疯狂地输出就可以 原来我们杨阳是一个输出型的暴力型的一个玩家 那么想问一下我们杨阳关于在这个PK方面有没有什么的心得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心得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要 一定要坚持 因为坚持不一定能够出极品 但是你还是要坚持 对 我曾经 我曾经记得就是 我打装备啊 打了差不多 一次性打了有150 60个 160的这样的一个武器 然后就希望能出专用 专用专用 因为专用的属性都很强 然后就出了两个专用 出了两个专用 就属性没有打到我那个高点 我觉得还是得不断地坚持 对 其实看得出来我们杨阳在讲到游戏当中的脸上都是洋溢出非常开心的这个笑容 看起来在游戏当中应该有收获了非常多的欢乐和朋友 对 因为我是真实的玩家 那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在我们的游戏世界当中呢 我们的召唤兽也是我们每一位少侠这个闯荡三界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伙伴 在这里也是八卦地问一下 我们的杨少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这个召唤兽 对于我而言 因为我玩175集嘛 其实就是童子 童子 然后呢 其实我觉得童子就是 比如说他出招的时候的那个什么音效啊 还有他的出招的那种动作呀 都是比较帅的 比较酷的 那么今天机会也是非常难得啊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杨阳来到我们的线下 那么要不趁这个机会啊 代表我们施陀岭的玩家 向我们的策划大大们来提出一些问题吧 策划大大在哪 来 来 在这儿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让施陀岭再重新冲起 可不可以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啊 你看很 比如说现在其实 一个武器 施陀岭的武器 其实伤害也很高 那可能花果山 他的武器的伤害可能会稍微低一点点 但他打出去之后 花果山的这种输出的这种伤害值 可能会比施陀岭要更加的 更加的高 那对于我是一个玩家而言 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啊 那我的武器都已经很强了 为什么我的武器打出来的那种 伤害的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呢 什么可以改 现在你说的 改 好不好 哇 我们杨杨真的太厉害了 好 那相信呢 我们策划大大呢 也是已经把这些问题记下来了 回去就马上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想告诉大家听呢 就是我们孟宛秀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玩法 每一位玩家呢 在游戏当中呢 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角色 还有定位 也可以找到自己 属于自己的乐趣 谢谢